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教授您好 苏教授 我在这边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我们非常同意您的出任 也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适合 而且现在在女性的名额里面也少 那么我们看到您过去的背景 各方面条件都绰绰有余 我们倒是想请教您一点 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台湾的新闻 尤其有线电视新闻里面 新闻台 我们最感受大的一点 我们到了国外 到了旅馆里面 我们看国外的相关的新闻 我们国家的新闻 好像全部集中在社会新闻 那国际新闻之少 那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这个相关的新闻台里面 它的政治新闻 经济的新闻 环保的新闻 这个医疗卫生新资 科技新资 教育文化 各方面 大概都有一个分配 有个比例 体育啊 什么都有一定的事情 可是我们现在 真的因为恶性的这个竞争 大概新闻台 大概就是散色星 就是这种星星 一个带着面膜 走路逛大街的一个女人 新闻里面可以重复的出现 一分钟之久 那有的根本 很多根本就是 自助性的行销 为了为了 为了哪个餐厅 为了哪个什么 这种情形 像这些 这个请问苏教授 是不是应该也应该 将来 您到了这个 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以后 也应该 这个在这方面多着力 管一管 谢谢丁委员 这次来 愿意接受推荐 其实也有一部分 真的是因为我们现在 整个产业的表现 令人失望 那其中当然也包括 新闻的部分 那我觉得新闻这个部分 当然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因为它基本上 受到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的一个保障 但是在这个背后 就是其他的部分 当然我们也 因为我跟业界 也算是蛮熟的 所以也了解 他们在产制的 这个中间的一些 比较苦恼的地方 但是我想啊 就是我们也希望 新闻本身是一个 多元的新闻 而且是一个 高品质的新闻 至少是 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也有一些 能够让 让整个社会 更进步的新闻 而不是只是 都是以娱乐化 新闻为主 所以我想 未来如果这个 有机会到 那个NCC服务的话 我觉得这一块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而且希望那个 尽量能跟业者沟通 而且了解他们在 整个这个 制作新闻上面的 一些问题跟困难 然后我想 这个是可以 大家一起努力的 是 苏教授 我们在这方面啊 这个我们全力支持您 我们也觉得您 这个各方面 过去的这些条件啊 那么专业啊 出任我们国家 通信传播委员会的 这个委员啊 非常适合私人 我们全力支持 请回 谢谢 我这边想请教一下 我们张时中 这个博士 张教授 张教授 我们正好哈 这个在 这个您这个任命之前 我们接到一些陈情啊 台湾的这个 WIMAX的这个产业啊 是 跟我们陈情 说 这个他们 现在进入 这个市场 他们必须要跟 国内既有的这个业者 那么签订啊 转接这个化物 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啊 那么规定转接化物 应由相关业者 共同签订协议书 唯一规定 共同签订协议书的啊 那么 就不得转接 这个化物 好 那 现在 WIMAX业者 跟我们 他们的这个协会啊 就跟我们反映了 他们要进来 就他们要跟台湾 既有的所有的业者 一一的 来签订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转接化物的协议书 那 事实上啊 我们又看到 国外不是这样的情形 国外只要透过一家业者就可以了 否则的话 你既有的业者 你每一家都必须要的话 那就等于是 给现任的这个业者 有否决权啊 他就等于你新进业者 我就不同意 出现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特别请 这个民秘书长 也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本习曾经在这边 咨询过我们的彭主委 彭主委也说 要 要这个 要这个 要积极的来 来介入 来 来关心 否则的话 我们的 我们就不可能进步了 那现有的业者 把持有的市场 他一个给你拖 拖半年 那到最后 你要进入市场 你时间 这个商机 都给他延误了 那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也没有达到 这个保护 得到最有利的 科技运用的 这个通讯科技运用的 这样子的 这个权益的照顾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我们教授 您对这个看法怎么样 是 尔定委员 那个 虽然我有做 WIMAX 技术方面的研究 但是对 这个特别的有关 这个市场 这个部分 我是有听说 刚才我好像听到 NCC文会里面 其实也就这个问题 有讨论 我个人 目前对这个部分 了解的很有限 很有限 那是不是在这些方面 我请教一下您 像世界各国 目前国际来话 经由 这个转接 他也不是跟我们国内 每一家业者签 他不管是 从美国来的 从日本来 世界各国来 香港来的 也是跟我们中华电信签 就跟其他业者都签 他只要互相 只要我透过你一家业者签了以后 那你本身跟其他业者也都有签了 所以这样你就转过去了 我的号码就算你的号码 这间车账的问题 按照全部 按照市场机制 拆账就行了 可是我们现在这样的办法里面 解释成说 要跟相关业者 要跟相关业者共同签订 协议书 这个共同两个字 到底是我们互相之间的共同 还是所有业者之间的共同 我觉得张教授 因为我看到您的这个专业 是通信电信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说我们都在这方面 你们将来出任NCC的委员 你们的裁判 你们的裁定 对于整个的市场 未来的竞争 产业的发展 很大的关心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了解 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怎么样 您觉得是要跟所有的业者 每一家都要签吗 是 听起来 不合理吧 国外不是这样子 美国也不是这样子 对不对 对 应该是跟一家签 我觉得 一家签以后 他跟其他机制已经有签了 其他就按照市场机制 拆账就行了嘛 而且你这样子 你只要共同 只要跟一家签 任何一家都不敢 这个耽搁你 你中华电信不签 那他跟台客大签 跟远传签 跟其他签 他透过他都可以 都可以连接出去了 那大家还抢得多做这个生意 你要是大家一起共同来签 新进业者 WiMAX 4G的要进入 那对不起 3G 2G的就给你抵制了 是出现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特别拜托 林秘书长 也特别重视 这样子的问题 这个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 是有整个的关心的 而且另外请林秘书长 特别重视一下 我们目前的新闻 虽然是新闻自由 可是我们看到 你既然是一个媒体 是提供人民有知的这个权利 对不对 你既然要媒体 你就要拜媒体的这个角色 我们看到国外的这个媒体 对于政治新闻 经济新闻 环保 医疗 卫生 科技新资 教育文化 国际新闻 他都有提供的 不会像我们就是 只有集中 集中在社会新闻 而且很多新闻觉得根本 摆明的是自助性行销 为餐厅 为什么这个 哪一项产品打广告的 这种情形 甚至根本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意义的一个新闻 他能够 一个带着面膜 对女人逛大街 这种情形 既然可以在新闻上报 一分钟 而且重复的报 重复的报 这点我们也请 我们所有 今天因为时间有限了 我们其他几位教授 我们没有办法 一一的这个问道 我们这些问题 也请大家一起注意 好吗 我们会支持这个大家的 谢谢 谢谢 谢谢林明市长 谢谢 谢谢 请林苏芬委员 主席各位大家午安 是不是先请我们次长 那个